北京大学发布的一份最新社会调查显示 中国家庭贫富差距高达234倍 尽管这一数字令许多大陆民众感到震惊 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 中国大陆真正的贫富差距远远高于这个调查结果 而且还在持续扩大 一旦突破民众的容忍底线将有可能触发社会动乱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7月17号发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报告》显示 2012年中国大陆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均值为13033元 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 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人均收入则高达34300元 两者相差234倍 但有社会观察家表示 由于部分群体存在隐信福利和灰色收入 中国的家庭贫富分化程度 实际可能更为严重 判断民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 被学术界称为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越接近零 表示民众收入越平等 基尼系数越大 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去年12月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已突破0.6 达到了0.61 远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 世界罕见 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呢 各专家学者的说法不一 有人将它概括为发展原因 体制原因和制度原因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因为现在中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在还很差 中国经济学者 经济专栏作家段绍义指出 由于缺少有力的社会保障机制和救助机制 城市的贫困人口和底层群众一旦遇到重病灾害 会立即陷入绝境 很多时候仅仅因为家里有一个重病人 就导致全家濒临破产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存在 使城乡贫富差距更为显著 第一是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从源头拉打的 比如说农村人口生下来以后就赤裸裸的 不管就业 不管看病 不管上学 那么这些钱都要自己掏 这些钱从哪里来呀 虽然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很多 但多数人认为 中共的体制以及特权阶层的存在 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公 正是造成少数富 多数穷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的特权啊 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 我好比说我们中国很多的高杆实力 有政府背景的人 他们就容易用特权啊 得到比好的机会 大陆媒体披露 中共特权阶层六大便利通道 一度引发强烈反响 其中包括公款吃喝等福利待遇的享受 特权房 特权医疗等资源的抢占 各种特工产品的供应 官二代军二代的教育 就业经商的优先权等 北大的调查报告也显示 在所谓体制内工作的家庭成员 收入明显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准 然而随着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 和特权阶层占有的社会资源逐渐增加 以及收入分配的不公 社会阶层的矛盾也随之加大 评论指出 中国巨大的贫富差异 已经成为大陆最严重的民生问题 社会冲突随时有激化或爆发的可能